歡迎來到 TVBS邵康戰情室 這位我們希望的特別來賓 藍軒小姐 萬美林委員 王宏偉議員 李博議員 好 那白宮宣布 拜登馬上要到亞洲行 而且要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這個英文叫做IPEF 各種名字已經太多了 APEC 什麼 CTPP CTPP RCEP 什麼東西 現在叫做IPEF 我都有點糊塗了 那麼他們說 這是亞太經濟架構 亞洲太平洋 21世紀的經濟安排 新的模式 主要它就是澳洲 東南亞 東北亞 主要是包圍中國大陸 其實跟中國大陸抗爭 其實就是這樣子 中國大陸會不會宣布說 我也想參加這樣 會不會納入台灣 我們現在最關心這個 你要對抗中國大陸 台灣外交部說 我們會積極爭取參與 但是目前好像計畫並沒有 主要東南亞這些國家 他們很怕 他們很擔心說 會不會影響他們 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經濟各方面 所以他們好像不太願意 讓我們加入 拜登到亞洲來之前 蘇利文跟楊潔篪先通電話 大陸就一直講 說他們已經警告蘇利文 說你不要打台灣牌 然後不要搞半天 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會把局勢引向危險的境地 這是大陸方面講的 但是美國方面沒有講 沒有說他們提到台灣 美國發布的新聞稿就是說 我們討論一些 將會面對的問題等等 另外拜登要他先去南韓 從來沒有這樣過 而且南韓總統剛當選他就要去了 為什麼想拉攏南韓 因為前任對美國不是那麼友善 他想採取一個等據 跟中國跟美國採取等據 美國現在趕快先拉新的總統 所以先去南韓 然後再到日本去跟岸田文雄首相 他們會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說這個聯合聲明奇怪 還沒發表還沒見面 怎麼就知道了 說烏克人的台灣都會進去 所以就把中國氣炸了 我們看一下拜登 美國總統拜登 將出發前往南韓和日本 這是拜登任內首次亞洲行 不過在搭上空軍一號前 拜登會先和芬蘭總統尼尼斯托 以及瑞典總統安德森 在白宮發表重要談話 芬蘭和瑞典 這兩個冷戰時期的中立國 正式向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遞交加入北約的申請函 拜登聲明表達 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的強烈支持 雖然土耳其總統艾爾段表態反對 但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表示 相信土耳其的疑慮將可以獲得解決 而北約最終會無意義地支持芬蘭和瑞典加入 拜登20號抵達南韓和總統隐席樂會談 也會跟科技和製造業龍頭交流 並且慰問韓美官兵 北韓氣候 能源 科技 經濟成長和投資都在議程上 在日本拜登和首相岸田文雄 將討論經濟合作北韓以及區域和全球安全議題 並且針對6月的G7峰會交換意見 接著參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元首峰會 美國也將公布印太戰略架構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梅南德茨 和共和黨首席議員李契 帶領50名跨黨派參議員致函拜登 呼籲把台灣納入IPAF 強調這對於展現美國對台灣及台灣繁榮自由 堅若磐石的承諾有無價的效果 蘇利文這場簡報主要是針對拜登的亞洲行 但是媒體提問除了有一些是印太相關問題 其他還含瓜了烏克蘭 北約 以色列以及海地 那麼蘇利文就說 其實這是拜登外交政策的一大特性 也就是在歐洲和印太戰略上 有某種程度的融合以及共生 好 看來這個拜登是孔子的信徒 唯邦不入 亂邦不拘 那他也既不去烏克蘭 他也不去南北韓的所謂非戰區 去那個地方是危險 不要去 拜登說支持芬蘭跟瑞典加入北約 而且土耳其已經講了 所以我雖然反對 但是三個條件同意我可以考慮 第一個 北歐要斬斷對庫德族的支持 第二 解除武器禁令 你不能說誰的武器不能賣給我 要制裁我 第三個 要重新 因為土耳其買了俄羅斯的S-400 防空飛彈系統 所以美國就不賣他F-35 他說你要我重新交F-35 而且我還要買F-16 你都要賣我 這樣的話 我才可能考慮 讓芬蘭 瑞典加入北約 來 萬偉 我先提一下印太經濟架構 說真的這一類的經濟組織 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這個印太經濟架構 現在是由美國來主導 我想這個用意非常的簡單 其實無非就是希望能夠弱化 中國在對於印太地區國家的影響力 再者就是強化他自己 美國在這些國家當中的一個領導力 跟他的領導地位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印太經濟架構當中 說是經濟架構 可是我覺得對於這個經濟方面 所談到的內容 其實還算是滿空泛的 一直提到的都是說 要著重在維護印太地區的 一些安全這件事情 我覺得如果是提安全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印太這些國家 印太區這些國家 恐怕吸引力沒有那麼大 可是我想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會對於美國主動釋放善意 或者是說他要創造一些利多 我們會主動去拒絕的 大家在不得罪這個中國的情況之下 恐怕也都會去看一看 美國這次胡蘿林是要賣什麼藥 不過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剛剛外交部有在講說 也有想要積極爭取加入 那我們是沒有看到說 外交部是怎麼個積極爭取加入 但是有表達這個意願 不過這一次拜登要來做訪問 那名單當中是沒有臺灣的 可是有這個九個共和黨的眾議員 其實他們也有提到說 應該要讓這個拜登 把這個行程加入臺灣 那另外也有這個將近250個 不同跨黨派的眾參議員 他們也都提到說 就致函給這個拜登說 其實應該是要讓臺灣來納入 那結果我就看到這個布林肯 也強調說 我們不會把任何一個人 鋸在門外 那當然包含臺灣 那我覺得很好 如果說跨黨派眾參議員 各個都認為 可以讓臺灣來加入 那布林肯也表達這種善意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說 臺美堅若磐石的這個友誼 到底是口頭說說 還是說真的可以在這次的行動當中 他就不要怕 力挺臺灣就加入就好了 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來測試一下 看看臺美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這麼堅固 現在有兩個點可以測試 一個就是剛剛萬委員講的 這個IPEF 讓不然我們加入 第二個就是馬上的 WHA的大會 23號就開了 現在我們有13個邦交國提案 讓我們進去 希望我們能夠去觀察員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發表聲明 說支持 非常好 不是嘴巴講講 不是口惠而死不治 23號可能就表決了 今天已經19號 四天會表決 看這個表決怎麼樣 看美國到底力量夠不夠 是不是真的全力來支持我們 另外白宮說北韓 可能這個時候 都用做核子的釋報 給拜登一點顏色看看 另外美國共和黨現在初選 川普人馬勝多輸少 幾乎都贏了 所以對民主黨很大的威脅 最新的民調 拜登支持度降到40% 不支持拜登有55% 高達65%的人 擔憂美國的現況 特別對他們的 國內的經濟 有59%的人很擔憂 所以對政治 有53%的人說不再熱衷 不再關心政治了 變成政治冷感 只有23%的人說對政治有熱情 經濟已經搞了一塌糊塗 你看昨天美股套窮跌了 這個一千多點 將近一千兩百點 一千一百多點 等於雪崩式的下跌 所以老美現在蠻慘的 藍軒 對 我覺得對美國來說 當然拜登他現在狀況很糟糕 他從去年的春天開始 還有接近60%的民地支持度 到現在跌了20%這麼的多 對他來說的話 其中選舉其實這段時間也來 一個是剛剛趙先生講到 通膨的問題 他現在處於非常尷尬的局面 你說通膨物價那麼的高 如果說你希望這個物價 不要那麼高的話 你就要不斷的升息 升息過度的話 因為擔心造成經濟緊縮 所以等於是怎麼做 都有點傷腦筋 再加上目前和仇恨犯罪 這麼的嚴重 連台灣的在那邊的僑借 都出現了這種仇殺的狀況 更不用說美國自己本身 這個向來的 所謂的白人至上主義 面對這個非裔 拉丁裔這樣一個仇恨的 這個傷及的事件 越來越嚴重 再加上俄烏 俄烏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現在看起來的話 烏克蘭還算挺的可以 但是就目前延免到了 三個多月時間的戰爭 一開始美國雖然讓俄羅斯 相當程度讓西方世界團結起來 但是美國這個老大哥的形象 未必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那麼百分之百的 具有大家認可的 那麼一個信任的 那麼一個崇高的道德高度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拜登來說的話 他那麼多的狀況 其實都不見得能夠 加分的狀況底下 他積極的要去打一個中國牌 中國牌的某個程度 也就是打台灣牌 我覺得成為他現在在選舉以前 蠻重要的一個 可能會發動的一個策略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我們必須要去注意 比方說剛剛趙先生提到 這個萬維也提到說 我們測試一下 美國到底對我們有多好 是不是真的好 其實我們已經測試過N百遍了 不是嗎 WHA每一年都在測試 你看美國都說要對我們很好 哪一次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曾經給台灣更多的一些好處 你是不是真的加入過 是不是真的說 表決的時候舉手贊成過 沒有 所以坦白說 而且CPTPP當初還在美國 還在川普沒有退出之前 美國也說了半天 就是樓梯一想 就沒看到人下來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在現在那個局面底下 你還要相信美國多少 尤其是我覺得美國來 大家在討論說 他跟岸田文雄可能的聯合聲明裡面 會談到烏克蘭跟台灣 他只是談到說 在亞洲地區 可能有一個類似烏克蘭翻版台灣 這樣的緊張情勢會出現 那他重點是放在台灣嗎 不是 他重點是放在美中 他重點是放在 要去圍堵中國大陸 也是他訪問的是日本 訪問的是韓國 他去加強的是東協 如果你加強東協的部分的話 你看像去年 中央大陸給了15億美金 美國給多少 1.5億 所以我覺得對於美國來說 他處心機率的希望讓 整個的亞太地區 不要進入中國的囊中 但是對於台灣來說 他覺得台灣的狀況很重要 角色很關鍵 他真的給台灣多少東西 我真的覺得是口愧而實不至的 你看還有來以前 即便可能在這個聯合聲明裡面 可能會談到台灣 整個的印太的經濟架構 還是沒有真正的正式邀請台灣 而且出發以前 他還打電話給楊潔篪 所以我覺得美中之間 鬥而不破這件事情 是很明顯的擺在我們眼前的 他對台灣再怎麼好 好的狀況一定都是軍手 而且今天還傳出來說 美國的商會要求台灣 要求美國的政府 你怎麼可以紙賣這些武器 其他的一併開放 所以他根本把台灣當楷子 一定有軍火商在後面運作 對 他根本把台灣當楷子 一方面說你真的是很重要 是重要 但重要的同時 他去遂行他的政治利益的同時 也去獲取他的商業利益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對台灣來說 不但是被他們當作政治楷子 經濟楷子 那對台灣到底獲取什麼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事情都這樣子 不斷的在發展當中 但是即便像很多產業鏈 這一次拜登來 他有關於亞太的 印太的經濟的架構當中 很重要一個 就是他要拉住東西 然後要鞏固產業鏈 產業鏈裡面 台灣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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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角色 重要到他逼台積電去美國投資 問題是他對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嗎 也沒有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們在幫助美國 去鞏固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 以及替他們去防堵中國大陸 問題台灣這個牌 台灣這個棋子 台灣這個籌碼 自己本身獲得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政府不能夠這樣子 就是稀裡呼嚕的 繼續這樣下去 都不說清楚的 對台積電也沒什麼好處 沒有 所以總統我才會不高興 江中美已經講了說 搞半天你叫我去 好 那麼有959個烏克蘭軍隊 困守在亞素鋼鐵場投降了 大概實在是撐不下去 撐了80幾天 死守一個鋼鐵場 不過他們說 看到有女兵 漂亮的女兵 總是引人注目的 所以看到沒有 這個美女 美女 說跟那個季樂遊戲的女子 Jennifer Lawrence很像 像她還是像她 好 那所以大家注意了 居然有這麼漂亮的女兵 也出來投降了 他們被送到所謂的監獄殖民地 就是俄軍佔領區的監獄殖民地 下場會怎麼樣 這個難講 因為亞素營是極右派 他們認為是極右派的軍人 所以俄羅斯恨之入骨 一直講說我們要消滅納粹 消滅納粹 講的就是他們 所以你說他們的下場會怎麼樣 所以澤勒斯基一直希望能夠換服 希望能夠換 但現在沒談好 另外有一個旅長 旅長 他要去投降 投降還要搞直播 他說上幾波我們都當成炮灰 我們沒有得到任何的物資 沒有食物 沒有水 也沒有武器 現在我們只剩下70幾個人 所以指揮官也沒有準備好 我們備用的陣地 我們被迫逃到後方 我們現在士氣低落 沒有辦法執行戰鬥任務 所以周恩斯基很生氣 就把這個指揮官給換了 搞什麼鬼 你的部下已經第四波了 去投降了 所以把他換了 這次還搞個直播 到底是俄羅斯的內宣 大內宣故意宣傳 還是這些市民自己對上級很火大 叫我們死守死守 也不給我們任何的資源 搞什麼鬼等等 不過烏克蘭也有戰果 他們收復了哈爾科夫北方 北方這個35公里的叫做 德門提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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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都有一個卡 或是什麼司或什麼 好 所以俄軍的 烏東的攻勢也受挫了 因為等於 他一直想拿哈爾科夫 他北方的城鎮被 他現在就佔領烏克蘭反攻 然後有好多地方都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這個也滿可憐的 所以戰爭罪開審 有一個俄國病就21歲 可能面臨終身監禁 這麼年輕的兵 就是很年輕 他是為什麼 他本來是裝甲兵 所以他是裝甲兵指揮官 我也不能20歲 能當指揮官 他就那個戰車的那個長 戰車可能一個戰車 他們住五個人 他們要跑 他把戰車丟了去跑 就搶了一個老百姓的汽車開了 然後看到一個人就打電話 就說這個打電話 高爆等等通報我們跑 把他給殺了 所以他就賢命把那個人給殺了 好了 這下被抓了 所以你這個戰爭罪 你怎麼可以把一個平民給殺了 這麼個21歲的兵 所以也當庭認罪 是殺了 一定有證據 現在證據很容易 有手機拍拍也有等等等等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馬里烏普爾先的情況 鏡頭可以聚焦手臂的白色絲帶 有人組著拐杖 有人失去眼睛 這些是從亞素鋼鐵廠撤出了傷兵 到了俄羅斯官媒 卻成了投降的烏克蘭士兵 烏克蘭士 同時烏爾在東部激烈交戰中 二軍新影片秀出道爾M2U 防空飛彈系統還炸毀 美國馳援的榴彈炮 烏軍也飛省油燈 烏東北部的橋樑下 烏軍放置炸彈並炸毀 阻擋俄羅斯進攻 哈爾科夫烏軍前線 一名退役美軍志願軍說 烏克蘭戰爭和過去都不同 只是馬里烏波爾陷落 威爾羅斯在東部和南部搭起戰略走廊 說二軍攻下奧德薩 不只斷了烏克蘭 世界糧倉貿易命脈 甚至可能改變戰局 這個丁委員 丁委員 有個亞素鋼鐵廠 可以說是一個 在這場俄乌戰爭裡面 最有代表性的 他在幾乎彈進圓決之下 可以堅守八十幾天 號稱世界老二的俄羅斯 打了八十幾天打不下來 但是打到幾乎現出原型 這所謂的紫老虎 各位可以想一想 這場戰爭最後結束 亞素鋼鐵廠 他結束不是俄羅斯決定 而是因為裡面的守軍 就是彈進圓決沒有物資了 打不下去了 如果他現在還有物資的話 他絕對還可以繼續撐下去 但不管如何 在這個 亞素鋼鐵廠 代表一種精神象徵 因為他相對的 在這八十幾天 鼓舞了俄羅斯這邊軍隊的士氣 相對的就是對於俄羅斯來講 不只是顏面難看 就實質上 你看他二十幾個戰術員 被馬利物坡有牽制住 等了兩萬多個兵力 被一個 就被卡在這個地方 從戰爭一開始一直卡到現在 就可以了解到說 這個在戰略的這種重要性 可以說是亞素鋼鐵廠 我覺得贏得很多軍事專家 非常的驚訝 尤其亞素尹 他並不是所謂的正規軍 基本上就是一種民兵的組織 但是有那麼強的一個零聚力 最正確就是一個士氣 現在全世界專家在評估 大概俄國兩邊 這個士氣持長比落 這個差異是所有的戰爭裡面 我認為最重要 因為物資 軍事武器 再好 再先進 但你只要部隊士氣低落 這個仗就絕對打不下去 所以我們常看到 很多俄羅斯的高級指揮官 將軍就必須要到前線去 甚至會在前線陣亡 將軍會到最前線去 大概幾個原因而已 第一個就是你只會通訊中斷 或者是部隊不聽指揮 部隊不願意打仗 大家要了解到 現在這種戰爭 如果一進入目前的這種 對峙的消耗戰 但俄羅斯必敗無疑 這個歷史好像有一點在重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打死打臉 德國幾乎贏得每一場戰役 但最後德國輸掉了戰爭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面對的蘇聯 是盟軍資源 他源源不斷的物資 現在烏克蘭面對的就是 西方世界提供給他 他越來越先進的武器 還有財務上 還有幾乎所有的補給 同時就兵力來講 除非俄羅斯真的就是全國總動員 而且你剛動員的部隊還不能打 你剛上來都在菜老兵還不能打 如果還不好好的訓練個一年半載 還不能下戰場 但相對的俄羅斯現在西方支援的一些大家伙 為什麼他說六月底就可以開始反攻 大概這個武器都會四月五月到 然後經過一番訓練 再加上烏克蘭能夠挺到現在很重要的就是 他前總統在他任內 他動員組織了40萬的後備部隊 也就是說這40萬的後備部隊 在二月二十四號一開始 很快就進入到戰場裡面 很多軍事專家都要來研究 烏克蘭軍隊為什麼這一次打了 跟201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差那麼多 基本上就是2014年以後到現在為止 烏東戰爭是沒有停的 也就是烏克蘭的很多幾個部隊 他就是過去這八年來 他每天都在戰爭 他培訓了非常多有戰鬥經驗的 一些軍事官 尤其是士官 所以他可以化整為林 這個小部隊 在一般的士官 就我們所謂的班長的領導之下 他用遊擊戰避開了大部隊的決戰 打到現在 俄羅斯面對的就是他幾乎 他物資幾乎快打完了 這種專家會去看 比如說你一下戰機被擊落 你擊落的時候 專家會去看什麼 第一個 你如何被擊落 被什麼樣的武器擊落 還有你的飛機掛載什麼東西 就已經發現俄羅斯被擊落的戰機 上面向他戰機掛載的炸彈 是五十幾年前的那種 蘇聯時代那種老炸彈 可見他的先進的那種導彈 幾乎都快使用後進了 他後面新的做不出來 結果全世界抵制他 經濟封鎖他 所以如果就物資補給不上 俄羅斯人員又不足 這種戰再打下去 對他當然是很不利 當然是非常悲觀 他們是用了不少無人機 俄羅斯說他們現在用 新的雷射武器 可以把無人機給他打下來 折倫斯基要延長戒嚴令90天 所以他們認為 戰爭起碼持續到秋天 不會那麼快結束 俄國希望能夠完全控制 敦巴斯地區 而且佔領烏南 他希望打通俄羅斯 到克里米亞這條通道 俄羅斯希望這樣 所以現在真的是進入持久戰 俄軍到現在開戰以來 已經損失了17個營級的戰術群 一個營大概有什麼1000個人 就差不多2萬人 另外又有兩個將領 其實不是將領 中校上校 或是指揮官 俄羅斯又承認 又死了兩個 另外因為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驅逐俄羅斯的外交官 所以法國 義大利 西班牙 一共85個外交官 被俄羅斯也驅逐了 黃慧 這個亞素鋼鐵廠 現在烏軍還有包含亞素部隊 看起來他們是最後投降 等於說這一場 至少在亞素營的戰事 已經告一個段落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記得前兩天 我還聽藍軒的廣播 我記得藍軒還講說 看外電的時候 他覺得都覺得講得不明不明白 他說什麼好像已經停火了 什麼叫戰爭停止對不對 停止了 然後說有一些軍隊 部隊傷兵慢慢運出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在這場戰爭裡面 尤其在西方的媒體戰 因為西方媒體幾乎一面倒的 是支持或者是同情烏克蘭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個 整個的新聞的報導 非常清楚就是投降 裡面就是投降 所以現在非常清楚 事實上就是說 他彈盡原決 他打不下去 最後數百期投降 當然這個事情 在整個的戰事裡面 他有一個關鍵性的影響 也就是馬力波被俄軍所佔領了 這裡面他有一些戰略性的 包含剛才講的 就是他要打通烏東到烏南的一個走廊 並且控制黑海 你看而且今天還有一個新的訊息就是 美國的大使館在基辅恢復運作 所以這可能告訴你一個訊息 也就是說俄羅斯在這一場的 他其實他的損失 他的傷亡也非常嚴重的 這場戰役裡面 整個對烏克蘭 他可能不會像早期的時候 他希望是全面性的這樣推進 而是重點是放在烏東跟烏南地區 好 這個烏東烏南地區 對於我們的影響是什麼 我覺得今天我們不是在這邊看戲 也不是在旁邊看烏克蘭跟俄羅斯打 打成什麼樣 用了什麼新式的武器 那我跟各位報告 在這場俄物戰爭之後 因為再加上很要命的 那個印尼大家都知道 印尼是中旅遊的主要的輸出國 他也停止了中旅遊的輸出 那最近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因為對不起 因為我滿喜歡一些各國的國民美食 英國大家都知道到英國有炸魚對不對 他們現在很多炸魚炸不出來 對 第一個魚來源沒有了 因為好像主要是來自於俄羅斯 油 油的來源也沒有 油的來源主要是烏克蘭 因為他們用好像一些什麼葵花籽油 什麼這些 另外大家看韓劇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喜歡吃韓國的炸雞 韓國的很多的炸雞店 也沒辦法炸雞了 因為油的來源也不足了 好 那我要講就是說 在這場歐物戰爭 馬利波被佔領之後 他有一些他軍事跟政治上的 這個他的意義 就是這就是俄羅斯的策略 好 那對於全世界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黑海 黑海的幾個港口 是烏克蘭它糧食金屬鋼鐵 非常重要的一個輸出的港口 那當他被俄羅斯控制之後 那麼至少在烏克蘭 烏克蘭號稱叫做歐洲的糧倉 他也是世界的糧倉 所以他有很多的農作物 沒有辦法再從黑海出去 所以今天的這個戰事沒有錯 俄羅斯他傷亡非常慘重 他的經濟損失也非常慘重 但是在一個階段性 其實他已經成功的 把烏東跟烏南的走廊打通了 另外把烏克蘭的經濟的 一個港口的咽喉給抓住了 那所以其實對於我們世界各國來講 所以因為我現在沒有時間去講 那個拜登到什麼亞洲的 他會有什麼樣的成果不知道 但是他的其中選舉 我認為拜登完蛋了 因為通貨膨脹實在太嚴重了 現在他的所有的民調裡面 大家知道嗎 對於美國人民對於他的通貨膨脹 不滿意度高達將近七成 很少選舉說在這個通貨膨脹 然後人民躍升再到之後 你還能夠去慎選 所以我覺得通貨膨脹 不是只有美國問題 包含台灣也會繼續的面臨 會繼續的受苦 剛剛講到資源的問題 聯合國秘書長已經現在 拜託俄羅斯跟烏克蘭 特別俄羅斯了 所以你這樣一控制以後 烏克蘭的糧食不能到全世界去 然後俄羅斯的化肥 俄羅斯是產化肥 化學飛到大國 也不能出去 所以全世界可能會引起 非常大的激光 修學校再回來